嘿,上次的史莱姆盲盒刚被坑,今天姐姐又来了 这次这个盲盒可花了我三十大洋 据说盲盒里的泥能变魔法 一种泥变化出十一种魔法呢 来吧,一起来瞅瞅 三袋小黏土 一个大盒子 白色的神秘粉末,也不知道是啥 又是这个魔法护理包 神奇的小胶囊 白色的是变硬的胶囊 黄色的是变软的 诶,这个泥手感还不错诶 感觉好像是上次那个史莱姆摇摇勒 放置透明之后的样子 虽然我没有做成功 这个手感还不催 这个黏土到底是干什么样的 这个可能又是送的那个粉末 估计是 香草冰淇淋 诶 现在起个泡板 不过这个手感有点硬 跟叶太玻璃似的 跟叶太玻璃似的 有 这感觉像不像在拉面条 哈哈,以后请叫我拉面西施姐姐 这脸不好生还可以 香草冰激凌 是不是这样就变香草了 然后 这个是什么呀 不知道是什么来源 冰激凌粉吗 撒点吧 然后这个是泡沫 怎么感觉好像不太像这个样子 诶 好像这个粉末很神奇 感觉这个你好像有点变 天丝尼的感觉 那我们再试一下 看看加上这个粉末之后 气泡会有什么不一样 天神 天神耶 嗯 啊 哎呦 好吧 原来这里有个交点 这个你好透 你看 你看到手指 好像还不错 手感 这啥子 这啥子 这玩意难道是随便鞋 这啥子 我們來盡量一下奇蹟吧 我們來提個泡試試看看能不能裝滿這個 用一個它的防肥貼吧 我是 再一次 再一次 感觉我玩法顺行 手指合 3 它是一碟餐的 1 碟 0 1 碟 0 2 碟 0 2 碟 0 1 碟 0 1 碟 0 1 碟 0 2 碟 0 1 碟 0 3 碟 0 终于知道这粘筒怎么玩了 先找个小点的盒子 把粘土放到底层 把泥塞到上面 再给它做个冰淇淋的形状 达达三色冰淇淋甜筒就好了 丢出来再给它混着玩 雪糕泥就变黄油泥了 那聪明的侠开 你们知道十一种玩法分别是什么泥吗 记得在频道留言告诉我哟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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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